對著鏡頭 揮手勢好 邊境管制兩年 這是第一個日本團來到臺灣 首站就來到新北野柳 日本彩線團來到臺灣的第一站 就是來到野柳來觀賞女王頭 而事實上他們吸引專案來臺的關係 因此他們跟一般的旅客 還是有保持距離 就算來的二十五個人 都是旅遊業者 但這麼久沒來臺灣 還是藏不住喜悅 要近距離觀賞女王頭 第二天行程 除了造訪新北市野柳 還會到基隆正濱漁港 看看彩色屋 還有日本指定的岸田無福店就職 第三天還會到臺北搭乘雙層巴士 但不能下車只能在車上用餐 接著前往包牆的免稅店 還有最重要行程 我們目前是一人一個座隔板 而且以防疫計畫規定 做定位之後不可以離開座位 然後不能像以前交流的方式 可以隨意站起來走動 與臺灣旅行業者交流座談 預計八月三號上午返回日本 短短四天行程 雖然防疫關係美中不足 但已經是邊境開放前跨出的一大步 三線捷運領尋青 新北報導